也不過不是用程式來切的話 第一個要特別注意說 你的下面的頁面 一定要先做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先在底下 每個頁面中間要新增一個什麼 跟前面一樣 新增一個DIV 對不對 那新增一個DIV之後的話 我們要怎麼插入個DIV呢 特別注意要底下有沒有 在內容的地方 我先把這個先重整一下 我先重做一下 一定要做幾件事 第一在內容內容的位置 我發現同學很容易做錯一些事情 就是說 那個DIV的頭跟尾 這個頭跟後面的尾 好像常常都鬥不準 要不然就是不小心把它刪掉 那這樣的話後面 像剛剛定位就會失效了 他不曉得 應該那個內把放在哪裡 所以特別注意 那我們這個 放在content裡面的一個地圖 首先特別注意 跟前面一樣 第一個先插入一個什麼呢 插入一個DIV標籤 然後他的ID什麼呢 ID第一個叫做MAP 底線DIV 我們用1好了 第一個是DIV1 第二個是DIV2 因為我們不是用程式寫的 我們是一個一個做出來的 這個是靜態的 要做成動態 我們後面會再講 所以你每個後面的頁面 假設我這邊有六個頁面 我就要去插入六個DIV 不一樣的名稱 分別是MAP底線DIV1到MAP底線DIV6 第一個你要先插入DIV 但是插入DIV之後的話呢 我要怎麼去把他給他一個板型 那給他一個板型 特別注意 這個板型呢 我這邊是已經做出來了 所以他會馬上套用上去 基本上就是套用什麼呢 套用上面的動作 這個我先把1這邊刪掉好了 這邊刪掉 那刪掉之後你會發現 它裡面呢 插入DIV的地方就會空的 就是沒有做任何的套用板型的動作 那要怎麼樣把那個板型套上去 比如說包含就是那個寬跟高還有邊框 那特別注意 一先插入這個 這個應該是在在在哪一個 要重整一下 這個頁面 Footer 這一個 應該是 這個 應該是這個Home Home下面這個MAP1 那MAP1 這一個 裡面如果我要在這裡 這個是我的什麼呢 MAPDIV 那因為我樣式還沒加上 所以樣式要怎麼加 一樣的方法 在CS樣式裡面有沒有 那新增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樣式 這邊選哪一個 ID有沒有 選哪一個 MAP1 要給他一個什麼 僅此文 有沒有跟前面一樣 按確定 那做什麼事情呢 給他一個樣子啊 不然地圖放上去 他不知道怎麼去 界定 他的寬 那寬的話 我們選什麼 AUTO 高的話 大概440好了 類似這個數字 那再來的話 邊框 給他一個邊框 那邊框顏色看 你要不要改 我之前是用紅色的嘛 那寬度的話 如果你覺得5太多 你可以用3 然後2 然後 這個Solid OK 那這個套用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就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產生一個 特別注意在上方 會自動產生一個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我們剛剛產生的一個樣式表出來了 那這個樣式表出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的這個DIV有沒有 他就幫我排版出來了 可是現在裡面有沒有東西呢 沒有嘛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把地圖放上去 第三個階段